姓陈的是约谈的 但是还有一个人在书少校的桌上 看到这两本东西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这个人没有被约谈 既然没有被约谈 他说的英话都是实话 他说这两本笔记本 他现在还是怀疑能难流传在人间 只不过要有突破的话 他监察官跟保防官跟沈威士 他说军高检没有让他们这三个对职过 而把死亡笔记本把它给查出来 现在军高检反而说 你们不准说出死亡笔记本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军高检不让他们 做信心对职的工作呢 为什么不进行对职 难不是还是要留给陶检在做吗 纵然陶检现在做的话 各位 七月十九号到现在也将近一个月了 串政老早就已经串完了嘛 所以军高检也好 陶检也好 未来想查这一块 势必难上加难 看看死亡笔记本 两个时间点 七月九号 七月十九号 出现在旅部大楼里面 可是监视器的影像 五四二旅里面有没有掉呢 军检没有掉 但是现在转办到陶检之后 陶检有办法拿到资料吗 这是一个问号咯 可是呢 大家之前在说到的消失的一百一十分钟的影像 其中前面八十分钟在七月一号 另外七月三号的三十分钟 你确定真的影像就完全消失了吗 你确定那影像就如曹姐姐所讲的 就完全消失 没有影像 没有画面 是黑画面吗 X他将有独家的爆料来告诉大家 但是这三十分钟以下 真的有可能出现吗 没有错 这消失的三十分钟以待 到底目前是有还是没有 这其实是大家最好奇的一件事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证人 我们还有禁闭声的物证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画面是什么 这画面其实就是洪仲秋 没错 这就是他在七月三号 出事之前的 最后在禁闭声出现的一个画面 大家还记得 我们曾经赵天宁委员 为了要追查这消失的三十分钟 跟八十分钟 是哪三十分钟跟八十分钟 就是七月一号 当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半这个画面 还有七月三号 五点半到六点之间的这个画面 我们知道当初是一直找不到 最后这个赵天宁委员 找了一堆的禁闭声 来模拟当时最后三十分钟的画面 最后才能稍微还原到 这个里面的真相 我们也看到有话哥之前也在 帮我们列出了剥皮八四 天龙八四 对 像这些东西来印证说 这消失的三十分钟到底存不存在 其实这消失的三十分钟的内容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是什么内容 消失的三十分钟的内容 最主要是洪仲秋在五点多 被训练完之后 他回到了禁闭式的时候 他身体已经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了 他觉得全身都不对劲了 所以他赶快去跟借护士说了什么 他去说 拜托你们赶快带我去医院看医生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已经没有办法附和了 他最后还说一句什么 说了一句什么 他说了 我只剩三天都交到退伍了 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 他没有要拿自己的生命来跟你开玩笑 拜托你们赶快带他去医院看医生 那我们知道在讲完这句话之后没有多久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理他 最后打饭的打饭 去做自己的事的 去做自己的事 你的意思是说他最后反映说 他要去医院看医生 这些借护士不理他 打饭的打饭 操客的操客 有啦 是有人理他 去拿气喘药给他 但是气喘药对他到底有没有用呢 没有用嘛 因为他并不是气喘 他是当天已经 中暑的状况 已经中暑的状况 身体那时候已经发烧了 已经发烧了 烧到快44度了 对 没有错 他最后到用餐时间 用餐时间是怎么样的 他已经贪卵在 禁闭室前面的安关桌那边 所有的禁闭室走走来来回回 都看到他躺在那边 所以说他最后在那边的时候 其实他不断的 已经受不了开始骂脏话 骂脏话之外 他还像洪九九说的 他口中在喊着什么 我要找老的 对 他说要找老的 然后当时还号称说 陈家翔有过去关心他 可是照禁闭室的说法 其实陈家翔是没有去理他 只是没有被军简给踩正 对 这就是当天 大概的过程跟内容 但是说 如果没有这些禁闭室 我们到底能不能来还原说 这整个的画面 因为当初曾经号称说 被那个2691的政战主任 陈一鸣下令说去把这个整个画面 给删除掉了 可是洪家现在最希望 就是能够得到这些画面 因为是最后洪仲秋的影像 跟身影就在那画面当中 对 这不仅仅是最后的身影 也是可能是我们最后 把这个整个证据 跟案件 离青了一个最后的关键 但是我们知道 当初我们的跳针 跳针曹姐姐她是怎么说的 她是说完全没有画面 完全没有画面 说了好几遍 黑画面完全没有画面 就这样说了好几次 那最后呢 他们又来了一个新的说法 说什么 说我们之前已经 破解他们的那个说法 2691的线路老旧 监视器老旧 所以说东西都是黑画面 都拍不到 那陈检 陈检最后拿到这些画面 帮他还原之后 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在这 因为陈检只能拆设备 他没有他只拆了设备 而且主机7月9号 就已经被你的军检先拿走了 那陈检最后只能 帮洪中修默哀 那问题来了 那到底是不是 真的没有这个画面 还是说这个画面 它曾经存在过 只是现在不见了 那就是有一个疑问 我就在那边请问 这个画面 是完全都没有录到过 就是像黑画面 还是说它曾经存在过 已经被备份 只是现在不见了 那这个问题 我就要来问两个人 问哪两个人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奇 我要问哪两个人 这个人是我们的前参谋总长 延明 现在变成了国防部长 对 然后这个人是我们 国防部法律事务师的师长 周志仁 他的关接大概就是 主导了整个军检跟军宴的 两个办案方向 对办案情形跟办案方向的 我们知道笔录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笔录 只要你当初预设的立场是错误的 最后他整个走向都会是错误的 所以说我现在要请问这两个人 我先请问延明 延明 我们的国防部长 你现在终于升到国防部长 升到你想要的位置 我在那边请问你 这个30分钟的影带 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到底是不是有备份的档案在这边 另外我再请问周志仁 周志仁这个30分钟的影带 是从哪边备份出来的 这个影带最后在哪里 你们要不要找机会出来说清楚 我们看到这整个案件 现在已经被移到了桃园地方法院了 那我现在如果有新市政的话 其实陶检是可以去 想办法去追加这个起诉的 所以我在这边也见请陶检 赶快去查说 这个30分钟的影带到底在哪边 到底有没有曾经有备份档 在这边存在过 那你们这两个人 延明跟周志仁 我在这边请教你们 你们要不要找时间点出来说明说 这整个影带有没有被备份过 有没有存在这个备份档 目前外面还有一个流出的版本 可能是10分钟的版本 是经过剪接的10分钟 什么 如果说有这个东西在的话 你们两个要不要赶快出来说明 那个备份档在哪边 万一如果真的有那30分钟 事情是不是全部真的可以水落石出了 真的把影像都消失掉了吗 还是有人真的备份下来了呢 这是个问号 但是这国防部 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真有备份档出来的话 那如果影像流出来 勾住于是 这一切可能都全盘要不一样了 虎口营区真的是会声会影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